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打开剪映APP 点击加号 把拍摄好的视频先导入进来 点击添加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段视频 眼部从画面的右侧慢慢的走向左侧 然后走出画面 接下来我们先给这段视频添加一个背景音乐 点击音频 点击音乐 在这里面点击卡点类型音乐 选择一段自己喜欢的音乐 点击使用 然后给这一段音频添加一些彩点 点亮这段音频 点击工具栏中的彩点 这里面可以选择自动彩点或者手动彩点 我就直接点击播放 然后手动添加一些彩点 添加好彩点之后 点击对号确定 接下来点亮背景视频 把播放指针移动到第一个彩点为止 点击底部工具栏中的分隔 点亮后面的视频内容 然后在工具栏中拉到最后面 点击定格 点击左下角的后退 后退 接着点击画中画 然后点亮刚刚的定格画面 在工具栏中 点击切画中画 这个时候就把这个定格画面 切换到了画中画里面 我们首先把它的时长 拉长到与背景视频的时长一致 接着点击工具栏中的蒙版 选择线性蒙版 在预览窗口中 把这个线性蒙版 把它的位置旋转一下 然后把它拉到原物的旁边 拖动这个小箭头 可以调整于画质 这个可以根据具体的效果来选择 调好之后点击对象确定 接着把播放指针移动到第二个踩点位置 同样的先点亮背景视频 点击分割 点亮后面的视频内容 在工具栏中 拉到最后面 点击定格 然后在工具栏中 选择切画中画 同样的先把它的时长 拉长到与背景视频的时长一致 接着在工具栏中 点击蒙版 这一次选择 镜面蒙版 在预览窗口中 我们先把这个蒙版 把它旋转一下 然后把它拉动到这个原物这里 把它的大小以及位置调整好 拖动三角符号可以调整于画质 调好之后点击对象确定 接下来后面的每一个踩点都按照 上面的方法去操作一遍 调整好之后 把多余的画面内容删除掉 最后我们点击播放 预览一下最终的效果 好了 以上就是本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觉得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转发 评论收成加关注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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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